作为一个演员呢,也很不认为,那倒是,需要这个努力地学习,应该知识渊博,广染多毒,先用生活向群众学习,还要经常地看你写个书籍, 是啊,俗话说得好,开卷有益嘛,看什么书对人都有帮助,不过常看书的人呢,跟你瞧的时候啊,是吗?脸上他都有书气,你仔细注意,你看看我脸上的书气怎么样? 嗯,书气不小,昨晚没人打乒乓球,输了三盘呢,哦,你打球输了,那应该是什么气啊,那是书莫居气,对,输了莫,我还生气啊,应该是常看书,嗯,我这个人看书啊,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呢,哦,您有什么特点呢,我演了一块,嗯,你就是这么厚的书, 一个钟头我就能看六本,哦,真不容易,什么书啊,小人书,小人书啊,我一同学能看十本,哦,那你的眼力比我快得多啊,这不怎么样就是啊,你真看小人书啊,我什么书都喜欢看,哦,您还喜欢看什么书,像什么普遍作品,啊,科学著作,长篇小说, 短篇小说,民间文语,诗歌散文,报告文学,字写,小品,连月份牌我都看,这没用啊,一个月份牌十个字买,来回三,你看那块什么,你呀,糊涂啊,什么,黑字的我不管,我就爱看红字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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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礼拜天我就休息了, 嗯,嗯,你听不懂,就开玩笑呢? 这,这是跟您说笑话,哎,别开玩笑,不管啊,你要细研究起来,这个夜 stable堂也有意思,哎,这夜 fancy field有什么可研究的啊,内容多了,嗯? 月份牌分日历,月历,季历,年历,还有历书,哦,就叫黄历,不,黄历是黄历,历书是历书,哦,这还不一样,当然不一样啊,教授会出版的那叫黄历,里头除了用天干地支,计年计月语啊,那里有很多的迷信成分啊,那么新历书呢,好了,那是咱们现在出版的, 内容太丰富了,不仅待细了日历,还介绍了很多的常识呢,哦,都介绍哪些常识呢,比如历书上介绍怎么样保护收音机,怎么样保护铝制品,怎么样防止中毒,怎么样预防中暑,怎么样解字,怎么样用电,怎么样吃饭,怎么样吃饭,哎,我可爱吃啊,我心心啊,不是,我说给小孩吃饭,怎么样给他喂, 哎,哦,连这个都有,就是嘛,有,你要问什么,你想了解什么,历书上都有,那不见得了,你要不信你可以问嘛,是吗,哎,我想知道天气情况,历书上有每日天气一报,哦,我都算不太清楚,历书上有都算口节啊, 我想找点文字游戏,历书上有新队梁,我想看电影,历书上电影院吧,这也管得上啊,哎呀,这是跟您开玩笑啊,这历书上还介绍什么呢,还介绍咱们中国历史朝代表,什么几月几日,是什么样的近年日,和重要的节日,那都有啊, 几月几日是什么节,谁不知道啊,这也介绍什么节啊,哦,你知道,没我不知道的,那我问问你,你问呢,这个每年的三月八号是什么节啊,三八处女节,这谁不知道啊,五一吗,劳动节啊,嗯,六一,儿童节,七一,党的生日,八一,建军节, 十月一,没什么节啊,十月一日是什么节啊,国庆节,哦,十月二日呢,十月二日呢,十月二日,没有这节啊,十月二号有节啊,没有,那是你不知道啊,那十月二号是什么节啊,告诉你记得,嗯,哪年十月二号啊,什么节啊,中秋节, 啊,中秋节的英里八月十五啊,对,小将,今年十月二号可是中秋节呢,哦,你那成天啊,我的我是怎么着,今年他赶上了,老说英里,他说阳里,将这些节日的来源,以及它重要的意义,你说得上来吗,嗯,这个,差点,你说话老含无其词, 嗯,知道就是知道,不知道也没关系,差点是不想话,嗯,我不太清楚,嗯,你不清楚,你问我,哦,你知道,我也不清楚,嗯,说了半天,我他也不知道,我不知道,心理书是有介绍啊,哦,是吗,哎,心理书啊,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啊, 特别是咱们农村的社员们喜欢他,哎,那为什么呢,因为他通俗易懂,而且还能够帮着农业解决了一些问题,哦,啊,你比如说,这个历书上介绍了农历二十四节气,这就很好嘛,嗯,每个节气适合摆动什么农作物啊,啊,记得都是非常的详细, 哎呀,这二十四节气太多,恐怕不容易记,好记,嗯,还有二十四节气口节歌,记起来非常的省事,哦,有简单的记法,哎,那是什么词啊,它是春雨精春清五天,你先等等,嗯,同一句我就不明白,什么叫春雨精春清五天呢,你看,它有意思就在这儿嘛,嗯, 哦,一句话是七个字,前面六个字都是介绍节气,哦,春雨精春,实力春雨水,精泽春分,哦,我明白了,嗯,清五天,一定叫做清明古语了,对啊,这说你还够聪明,哎呀,您客气,我还受表扬了,你注意啊,第一句是春,嗯,第二句是夏,第三句是秋,第四句是冬,记起来是很好记, 它合作压运,您说一说,春雨精春秋五天,夏满芒夏蜀江原,秋处白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,抓紧继绝搞生产,更云及时,倒封年,挺合折,心理说人还介绍了,农药常识,肥料常识,防治肚图坏,防治秘密关心虫,防治防徒,防治黑斑病, 三大病害等等,哼,这是包罗外相,说得很累,干脆你得详细的给我介绍介绍,哦,还要详细的给你介绍,对,那我买本新律书送你得了,哎,那倒不必,啊,从来您说一说呀,我自己真的买本律书,好好学学里头的详识,应该学习嘛,不过我也想买一本黄理看看,现在没这路东西,我想看看怎么办, 那你可以到我家去,啊,我家里有,哦,我家里那是哪年的黄理都有,是吗,哦,就是,有打光继二十七年的,一直到解放前的,哪年的都有,都是我二大爷买的,哦,这么说,你二大爷年年买黄理,哎,一年不老的,哪年都买,哦,哎,不过这个旧黄理,啊,那里边的内容是,分辨统治阶级,运动人民的一种宣传工具, 很多的人呢,都不信那套,但是肯定有人信,您像我二大爷就这么的人,干脆您也把这个黄理的内容给我们说一说,没意思,哎,其实您就说到分辨迷信的那部分,现在谁还信呢,哎,这倒是,嗯,你看这个旧黄理第一天,您看上面他画的是春牛图, 嗯,嗯,啊,画什么几龙治水,几龙公贤,几人得饼,啊,还有什么八卦图,九星照命,都有,什么乱七八糟的这,乱七八糟啊,嗯,乱七八糟啊,冲你得一说,你没卖过房里,哎,啊,不是,你也没看过房里,的确,我还真没看过房里,嗯,哎,刚才您说那个几龙治水,那是怎么回事,几龙治水啊,就是有这么一张图,嗯,上面画着龙,谁要画一条龙呢, 鱼水少,说今年呢,叫汗啊,嗯,要画九条龙呢,鱼水多呀,今年就烙了,哎,他就玩个零啊,反正,也没准,哎,没准啊,您想啊,中国土地多么样的辽阔啊,我们有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,嗯,就要去这边看那边了,他的土只能画一张啊,嗯,他能画几百张,上海二人治水, 啊,先进五龙治水,东北是九龙治水,那情况看看,嘿,这么说呀,他画几条龙也是蒙式啊,可不蒙式嘛,并不是几个龙的问题,嗯,现在是我们人民秘术,兴出水利,培楼抗汉,打井挖鼠,汉楼,云水灌溉,暴楼,南湖去水,就化罪,哎,只有人,才是大自然的主人,对,哎,这黄内上,还有什么骗人的, 是,黄内上蒙人的事情太多了,哦,你比如说过去青年男女要结婚,必须先得看着黄内,看看属性合不合,嘿,你青年男女自由自主地经过恋爱,你所有的深刻的了解,感情都总合得来啊,是啊,只要符合婚姻法,政府就批准结婚,是啊,那旧社会那时候没有婚姻法啊,那,那怎么办呢,他看黄内啊,黄内上要 批不准他们结婚,那碰巧了还就结不成啊,那黄内上怎么说的,他有一套口诀,哦,什么词呢,黄内上是这么说的,说白马怕青牛,养鼠一带羞,鸡鸡怕育犬,处龙味交流,蛇虎无刀错,猪猴无盗头,说这个,鼠蛇的呀,不能够跟鼠虎的结婚,鼠鸡的呀,也不能够跟鼠狗的结婚, 这还违反不着,那我要非结婚不可呢,违反黄内上的规定,非要结婚不可,那你过不了三年,怎么样,和两个大胖小子,好嘛,不好意思啊,你想起吧,青年男女感情上发展到,非结婚不可了,他不说黄内,非了也挡不住,笑话对的,嗯,哦,这个黄内上, 还有什么呀,啊,黄内上还有蒙人的事呢,啊,蒙人的事情太多了,是吗,啊,你比如说吧,这个黄内上过去呀,不是说这个鼠性吗,啊,鼠性不活就不能结婚吗,嗯,就是对黄内上是这样规定,嗯,另外呢,父母包办婚姻呢,他也是管这事的,对,过去正是包办的婚姻呢,青年男女结婚呢,他不自由啊,嗯,所以说一看鼠性不活, 他就出了,就英文做的呀,开散了多少好英文呢,救消费太可恶了,本来这个资手银某城市五位是地支,嗯,配上天干,这是近年份的,这是我们古代数学家一项天台的创造,哎,后来让那些项面的跟算卦的给钻了碰子了,嗯,拿这套东西编了一套瞎话, 他们就是为了骗钱,哦,说什么龙虎结婚地转收,啊,什么这个鸡狗相配嘛,钻头婚,你要问他为什么转收,为什么钻头婚,那么他说什么呢,他说我也不太清楚,黄内上就要这么写的,哈哈,好吧,纯带风人的玩意儿,哎,哦,那为什么还有人信呢,你看迷信嘛,啊,迷信这就是迷迷糊糊的信了, 没有科学的根据,好不嘛,过去我跟二大爷拿着把老黄的竞给人家合婚去,是啊,啊,给人家合婚了,我跟二大妈总得去一趟,哎,你跟二大妈怎么还去啊,跟人家说啊,你们可别听这老头子胡说八道的啊,嗯,什么子啊,丑啊的,我属马的,这老头子属牛的,他老说白马怕青牛,我们俩犯象,可是没过了多半分, 对,二大就把皇帝连二大妈都不信了,他本来就不灵嘛,哎,那还有什么呢,黄内上还有这个上挂,哦,就是文王挂啊,文王那个八八六十四挂啊,对啊,一挂一挂的,也叫求求,嗯,好词的叫上上去,不好的呢,归为下下去,哦,那好词的都有什么呀,那好的比如说什么,昆龙得水啊,嗯,嗯,嗯, 乌鸟出龙啊,汉苗得雨啊,鱼来撞网,马到成功,怎么好听就怎么说,哦,这是好的,怎么要坏的呢,坏的像什么这个,敬礼观花,嗯,夜幕金银,隔山望金,海底捞月,过河开桥,如履托兵,如履托兵,懂吗,嗯,不太清楚,这个过河要托兵,在那托的兵上走,嗯,不知那时候掉兵窟窿里,不好,如履托兵,倒霉了, 嗯,嗯,就这坏词的,这还真不少啊,这是每一个挂的标题,哦,它下边还有编好的词呢,何得押韵呢,那您说一个好的是什么词,我给你举个例子,哎,比如说马到成功,啊,他这个词是这么说,您说说,说将帅领兵去书征,骑之列马拉应公,百步翻扬社的准,见证金钱一体晋升,哦,后边还有四居断语,什么词,见官有礼, 是出门见语,婚姻成全,都是如意,嘿嘿,就简直好,真的说,好不呢,嗯,那要坏的是什么词啊,那是倒霉词,您再举一个例子,坏的反正就这么说,啊,夜梦金银,啊,夜梦金银他这么说,那是什么词,夜梦金银醒来哭,求名取利,走不终,婚姻难成,交易散,走失行人,不见踪,嗯, 段语词,婚姻不计,合伙不立,交易难成,走不如意,纯粹蒙事,胡说一气,嘿嘿,对,就是胡说一气,哎,你想过去那旧社会,大资本家,大地主,他们用不着算卦,嗯,他们多长见了官,也是有礼,那为什么呀,因为他们有钱呢,哦,钱就是礼,礼就是钱呢,对,过去穷人打官司,总也没礼,怎么呢,没钱, 哎,你见了官,你这么说,来啊,我这个官司,我有礼,因为我昨天求了一个上上挂,我那是马到成功,啊,我有礼,妈妈,你有得了礼吗,是不是,哎,白毛礼里头,那个,那个,杨大佬,啊,穷殿户,见了黄世仁这么说,怎么说呀,这是奥东家,我昨天求了一个上上挂,我见您那驴道馆的帐就甭还了,哦,甭还了,那黄世仁, 人也不干呢,这根本也不可能啊,您想是不是,哎,教社会劳动人民呢,是受压迫的阶级,受了气,没地方讲理解,那些做官的跟大帝主,他们全勾着,全是把劲地,他们全是一级点出气啊,所以说嘛,哎,这黄里上还有什么呀,啊,那黄里上还有管人最宽呢,那是什么呀,黄里上写的几个字,就能限制你啊,干什么和别干什么,它怎么写的呢,比如在这, 这个每天的空管下的,它要写着,今日一沐浴,今日一出行,或者一郊游,一冻土,也要写着既出行,既沐浴,不一冻土,等等,管的还挺空,还有最厉害的呢,那是什么呀,就写四个字,忠实不移,这麻烦了,哦,什么也不能干,要赶上忠实不移这日子,什么也不能干,是啊,你像瓦格尔大也要奔上忠实不移这日子,那怎么办呢, 一天什么都不敢干,甚至一来说吧,连饭都不敢吃,哎,吃饭怕什么呀,他怕噎着啊,哎,那那三天忠实不移还麻烦了,一天都不敢出门,啊,晚上天一黑,想赶紧睡觉就没事了,啊,这么工夫来了个蚊子啊,冰蚊,怕,把蚊子打死了,没事了,他害怕了,怕什么呀,哎呦,今天不好,对了,忠实不移嘛, 一天没敢出门,反不上您睡觉,这还一大嘴巴,你至少还打得赖谁呀,迷信嘛,迷信嘛,有一次人家求我二大也吃饭,啊,前好几天约的,哦,到了三天他一查黄连啊,黄连啊,写的是什么呀,今日即出行,你说怎么办,我看怎么办,你说不去,啊, 不去失约了,没信用,那是啊,去吧,眼睁睁黄连上写着,今日即出行,我二大也想啊,今日即出行啊,嗯,我不出大门,哦,我不去了,我爬墙头过去,我还得去啊,反正我没出大门啊,哎,这不自杆都自杆嘛,他找了个梯子,这土墙也没多高,嗯,顺着那边就爬, 土墙年春日就失修了,还一般的梯子们一阵一旁,哗啦,想倒了,哎呦,白黄二大也给压着底下了,又砸坏了吧,没法搞,就落着脑袋动不了窝了,地方们全出来了,一瞧这琴花,都赶紧刨土把这弄出来吧,这叫也要紧呢,白黄二大也那还拦着呢,啊,先别管我,看看黄连,要不移动火叫名再说吧,哎, 都明显的带动程度了,谁说不是,明显的都可笑了,哎呀,哎,那么现在黄二大也怎么样了,现在我黄二大也在公社呢,哦,在家里头公社干活呢,哦,不过上了几岁年岁了,社里照顾,不让他干共和,哦,去年都不是来北京看我来了吗,哦,就会看你来了,啊,顺便到新华书店呢,买了一本新秘书,哦,嘿嘿嘿, 现在我二大也看新秘书了,哦,看新秘书了,哦,也是现在看新秘书了,哦,前些年还不行呢,怎么,我记得啊,五零年那年呢,啊,我有一个书本嫂子,他生小孩难踩,也那应该送医院呢,我们给他送医院了,哦,我二大也在家里把老黄就拿出来了,给求了三个卦,这三卦,扫这儿,怎么样啊,都是下下卦,好,我二大也就跟我二大妈说,你看, 哎,可真要了命啊,我得求了三个卦,都是下下卦,这生小孩啊,孩子大人不一定保得住啊,哎,那么结果怎么样呢,结果新法皆生,孩子大人平安门市,小孩又白又胖呢,哎,我二大妈可气坏了,是啊,你这老东西,你还穿那老玩意儿啊,你不知道街年的黄里看不得啊,嘿,二大妈这话对,就咱那时候起,我二大也把这老黄里看不得啊,嘿,二大妈这话对,就咱那时候起,我二大也把这老黄里看不得啊,嘿,二大妈这话对,就咱那时候起,我二大也把这老黄里看不得啊, 这全收起来,当主员了,是啊,现在可好了,嗯,举着本新的书,说见谁给谁讲,哦,讲什么呢,就是到刚刚就给人讲一讲怎么样,保护收银机,嗯,连着又到里边给人讲一讲,什么叫节约用电,见谁给谁讲,哼,这太好了,哎,就在这说话啊,公社里有四对青年男女, 要来下月十五号这天进行婚礼,哦,就这时候也不怎么让我二大也知道了,嗯,他说你们可别忙着定日子啊,这日子我跟他们定,我查去查去看看合适不合适,干嘛啊,又就是不一样,哦,说下月十五号要礼拜天那就合适,怎么呢,礼拜军休好不耽误生产,哦,都不回事啊, 谢谢大家